因為近期都是在喊出絕對不會喚紅 但是其實之前在喚住前 也是有說不會喚住也不會參選 那要怎麼樣讓大家幸福 這一次是真的不會喚紅 我再一次強調 我們這一次大家現在的努力 就是共同團結在一起 第二件事情我聽說 最近賴清德主席感到非常的閒 然後民進黨的朋友都很開心 都在慶祝 然後民進黨網軍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邊煽風點火 見縫插針 我想這就是現在的一個現狀 我們有很多辛苦的支持者 就像我們今天軍工教錦銷 接下來我們有五六場重要的造勢大會 我們這些最辛苦的支持者 大家全力的在努力 全力的在團結 當然有部分的同志是比較焦慮一點 但是焦慮的時候 我們把力量化為 把焦慮化為力量 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要下架民進黨 我們針對不公不義 還有製造台海 兵充在尾的民進黨 我們大家團結努力 一起來下架民進黨 就是有中常委說 向下周界就是挺郭派 你怎麼看 大家都會現在共同的力量就是把槍口對外 你看到最近 民進黨真是綠色特權恨行 但是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可以無所忌憚 就是因為他們很開心 你的藍營只要製造藍營的內訌 或者是把所有的砲口是對內 就會造成民進黨的開心 我們現在應該反過來 我相信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是要有一個努力 就是要讓民進黨不要這麼閒 不要這麼開心 不要讓他的網軍只做一件事情 讓他好好跟社會解釋 這樣的特權恨行 這樣的不公不義 7月16號 民間人士還有很多國民黨朋友 都會站出來 我們一起來針對民進黨這樣子的不公不義 或針對民進黨造成下一代 這種等於是兵兇戰危的這樣的現象 我們一起來抗議 公平正義是社會的基本標準 民進黨執政之後 綠能你不能 綠色特權恨行 讓年輕人非常的不滿 我們每一位都看不下去 不管綠色的特權擔任高官 綠色的特權取得經濟的利益 綠色的特權甚至可以進到監獄裡面 可以有特權的外衣間 特權的一些待遇 我相信所有人看到都是搖頭 綠色的特權橫行 公平正義不在 7月16號 民間人士發起的公平正義大遊行 國民黨一定跟大家站在一起 立體公平正義 希望我們的民眾大家都能夠讓現在的執政當局知道 綠色特權 綠色橫行 民眾完全不能接受 看到綠色的特權橫行 更是需要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能夠下架民進黨 政黨輪替 讓台灣的民主更上一層樓 讓大家看到這樣做不好 讓民眾陷入兵凶戰危 讓大家沒有辦法過好日子而過苦日子的政黨 一定要下台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決心 民眾希望政黨輪替的比例遠遠過半 我們接下來要努力的就是能夠團結所有在野的力量 大家一起努力2024 共同讓我們的總統侯友宜 能夠當選 讓我們的國會能夠過半 各位好朋友 最近有一些謠言 有一些惡意的放話 絕對不是事實 國民黨絕無可能換侯 也絕對不會卡侯 我再一次強調 絕無可能換侯 也絕不可能卡侯 所有的關心 所有的提案 都是在幫侯 所有的活動 都是在挺侯 希望我們侯友宜能夠更好 更強 我們這幾天看到 明天由我們軍公教錦銷 要舉辦的後援大會 接下來我們也看到 包括商業團體的後援大會 有好多的 我們的黨代表 我們的中央委員 要匯集起來 力挺侯友宜 擠台北市之後 我們的台中 桃園 新北也要辦大型的造勢活動 都是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我們即將來到的全代會 大家會看到團結一致的國民黨 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實力 能夠號召匯集所有在野的力量 我們共同努力 來打贏2024這場選戰 讓我們的總統 讓我們的立委都能夠勝選 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在這邊特別跟大家報告 訂閱這場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中常委可能会落实提案三阶段的提名制度 会觉得是在卡你吗 我尊重中常委的提案 李前龙说请郭体函都是假议题市长 我是国民党征召出来的总统参选人 党员支持党征召的获选人 这是一个理所当然 更重要面对2024是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中常委说要落实三个阶段 但是国民党的提名为什么还要经过人家其他党的同意 我相信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机制 我们可以尊重 市长等一下就会搭飞机去台东吗 晚上会跟郭台银见面吗 我尊重主办单位的安排 市长有人说郭台银就是第二次赌书翻桌 如果今天您碰到他的话会想要跟他讲什么吗 因为也有人说他这样下去的话 只是为民进党助攻保送赖心得而已 我跟郭董的互动一定非常的自然 最重要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派 我们都要团结面对同心起立 让我们国家会繁荣安定和平 所以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 晚上会跟郭台银一起 就是市值警控来展现团点 因为郭董市长其实我都认识了 所以我们的互动就很自然啊 我们大家都是一起面对现在大家如何团结 为中华民国多敬奔心意吧